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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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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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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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現在芭蠟傷害真的太低了 如果剛剛那芭蠟傷害 就是光芒沒有調的話你已經炸死了好不好 為什麼要把芭蠟傷害降低 手段本來就是個傷害很高的東西啊 可能是光芒覺得 現在剩下來也太強勢了 沒關係 這個有兩個啦 等他們出來就可以啦 這之後縮圈就贏定 他們兩個就沒血了吧 欸 剩一個剩一個剩一個 哇 他直接衝喔 我先覺得等他下來吧 哇欸 這有你這個衝法 哇 跟我剛剛很像 可惜可惜 哎呀 這個這個沒辦法 我剛剛丟芭蠟那個雷點丟的很好耶 就是傷害太低啦 早知道撞一下艾瓦洛 好吧 MP5玩一下 現在這草莊要等200秒 冰箱中等200秒 如果沒有打倒敵人花200秒 沒有綁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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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到人了 哎 哇塞 痛死了 上面又一個 都在家是不是 好像都在家裡面 他馬上不衝耶 我看到人了 為什麼不會過來 他剛剛有槍點應該是不會過來 看一下 能不能偷打一下 右邊隊友也是沒有動作 大家都不衝對不對 我草莎沒好啊 這好像有一個 哎呦 開戰開戰 出來出來 哎 哎 電槍 打不到 可惡 這什麼鬼 這什麼鬼視角 以為開鏡打得到 結果開鏡打不到 然後搶 好痛啊 不準啊 痛死了 我沒補包了 換路走 換路走 偷屁屁偷屁屁 這個要先收掉 這裡 哇 哎可惡 按到開鏡 啊可惡 哦 我按跳按到開鏡了 三打四 哎 那個隊友不衝上去 加油 哦 被抓了 哇 水 這幫我報仇了 縮圈了 二打三 哇 對方有三個哦 一打三 哇 西螺開起來了 西螺果然還是很照啊 只要西螺開起來就很照 所以說 官方要把西螺條肉暈在這裡啊 一個西螺屏障打三個 好 大家這樣了解哦 哈哈 開起來就無敵啦 除非底人有衝進來啊 像我都會衝進去 他們剛才 應該是來不及反應 可能是想要救隊友之類的 好啦 是時候發揮真正的實力了 草叢復活了 最近都不玩西螺先練草叢 也不知道草叢之後會不會被調弱 很擔心 到時候調弱又要換 玩阿洛克了 然後阿洛克被調弱 但是官方到底要我們玩什麼角色啊 每個角色 只要很多玩家用就被調弱 這樣其實也不太合理 看到坐標了 左邊應該是牛的 其實草叢我是覺得 在挨槍之前變草叢 就比較不會挨槍 有可能還是隊友 敵還是可能打到 這有一個 高 哎呦 先做隊友 別怕別怕我來了 超人了 可惡沒抬到 我怕那個會被救 那個要先收 果然是有人要救 哇好東西啊 爆爆爆爆爆 把他拉來了 我一強那邊有一個 欸這有一個 哇塞 我擋 哎 沒有 啊 沒有擋到 我原本要擋在隊友前面的 結果剛好卡住 不夠遠 SORRY SORRY 沒救到他 這個要出來了 繞索圈了 等他出來就好 哎呦 我在這裡 我要吃毒跑過來 他殘血 直接抓 自殺 OK 剛才想說他不會繞吃毒那個點 有可能隊友架一個凝膠 他嚇到 他往 往左邊走 原本堵他走右邊 等他走吃毒 因為後面的毒圈太毒了 竟然玩家選擇吃毒 OKOK 香菇都給你們 加油 香菇給你們啊 草叢流奧義啊 覺醒 我覺得草叢好處就是有時候敵人很近 你打倒一個人把他變身 再打倒一個人再變身 只是現在移動速度慢比較容易被打到 以前草叢其實 比較不容易打到 因為打草叢是沒有輔助瞄準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 你打草叢要全精準 所以你就變成說你要很會控槍 你要去知道草叢往哪邊移動打他 他變回來 他變回來瞬間 有可能你也會挨他的槍 因為他會拿槍直接打 我剛剛看就有兩個 唉唷 沒有要開槍了 我想要騙他們槍點 我想有東西可以丟 比巴拉可以丟 沒有一個人 沒有要開戰 會不會搶樓上的點 真先是一個 應該有兩個 欸 沒人 沒人啊 我看到人看到人 啊 跳不過去 我又繞路了 我看到人了沒有人 哎呀 怎麼沒有跑過來 我要跑過來 凌嬌是不是 無效 拜拜 哎 又沒死 哇 這個法拉傷害真的是被挑很多 哎 人不見了 繞過去了 有看到人了 他們家有一個 我仿裝滿高的哦 趁搖打不痛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過不去 他應該來不及 先抓這一個 先抓這一個 打 打不死 沒子彈 他可能有裝自演嗎 前面前面前面 哦 又一個 4殺 4擊 全部收乾淨啊 哎我連續兩場4殺對不對 好像是連續兩場 第一場好像是 幾殺我忘了 第一場好像是3殺吧 然後後面有兩場不在幹嘛 OKOK 哎草叢真的是好玩啦 因為畢竟他的機動性比希羅高 因為希羅就是原地防護罩嘛 可是你不能移動啊 他就是在原地 所以說現在希羅秒數只有5秒 然後又 又要 3.6分鐘左右才能用一次啊 哎12殺 這一場 輸出時間多 好啦就分享一下草叢流啊 像這一場的部分 好像我隊友有一個希羅吧 對方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希羅 總之來講遇到希羅的話 最快的方法就是你架凝膠 你看他開希羅馬上架凝膠 第二個就是趕快找岩體 第三個的話呢 由草叢變草叢 好馬上拉掉 變草叢後趕快架凝膠 我都這樣 草叢架凝膠也這個方法 然後草叢的部分就是擊倒就可以開啦 所以我覺得算是 近期來講主動技能來講 比較吃技巧性的 因為草叢你不能說他非常實用 應該說 你要懂草叢什麼時機點要用 不是平常沒事在這邊變身啊 因為你一等就要等200秒有沒有 而且他現在的變身後草叢速度比較慢 所以說你要 你要注意到有些敵人已經習慣打草叢了 像我也習慣打草叢 你變草叢我還是打到你 因為我知道草叢的那個正中心點 你只要瞄到正中心點的話呢 他一把被打到就變回來了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草叢的移動速度比較慢 以前比較不好打是因為他是 要全精準才打到他 他沒有輔助瞄準 你輔助瞄準是 不會去黏草叢的 所以變成說你自己要習慣 開鏡 可能自己去 抓那個物體在移動的時候去打他 好總之來講今天分享一下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草叢牛覺醒奧義啦 差不多啦 我太快練到差不多九成左右 遭到點手感了 以後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技能 然後大家想看拿鐵分享什麼主動技能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然後悟空的部分 我覺得現在可能要等後面有沒有活動 可能才有辦法再拿到 現在目前是沒有活動 總之來講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可不可以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右翼叫P5攻略的情報 記得訂閱Youtube 主營頻道 護營頻道 玩具平常的哪個頻道 最後Twitch IG 粉絲團 搜尋我波克 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字幕提供 電視 顧下遊戲 我們下輔 我們下輔